我們一開始就去警察局 自首 不是像你們說 我們一直逃避 但是我不是說 我們孩子沒有錯 我們是錯 我們是錯了 我們對不起 我們真的很對不起 情緒崩潰 不斷道歉 她是涉嫌虐嬰的 留性保母的母親 女兒虐打小男嬰 23號早上她和先生 帶著女兒背上醫院探視 希望可以跟男嬰家屬道歉 但因為路不熟 錯過了探望時間 只是想到金孫被這樣虐待 阿公既生氣又心疼 小男嬰被保母虐打 腦內出血住進家戶病房 經過開刀取出血塊之後 狀況還有待觀察 現在喝奶就是有一些會忘記 然後就是要提醒她說要怎麼喝奶 讓她想起來她要怎麼喝奶 月子中心爆出女嬰風波 遭到勒令停業 而其他住在裡面的四名產婦 也趕緊離開 只是還沒有做完月子的費用 該怎麼處理 這些產婦該退的 我們也都退了 這邊 上面在住那裡 我們今天都要退掉 這間月子中心 只有餐飲跟民宿的資格 沒有月子中心的立案許可 根本是游走法律邊緣 儘管已經勒令停業 但傷害已經造成 而家屬現在只希望 能夠讓法律 還他們一個公道 記者林一神 依然報導 好